黑白亮亮 永遠的少女 幸福少女 真的很替她們開心啦 然後就希望她們幸福 希望她的婚姻生活能夠 非常的爽 跟開心 然後 身體健康 平安 因為我覺得她很特別 就是生完兩胎了 才辦婚禮 對 就是 因為我們私底下有在聊啊 她就說好特別 我就說蠻好的 就是 有一個機會 然後可以讓大家聚在一起 對啊 因為現在要大家聚在一起的理由 其實不好找 對啊 然後很難得 然後大家可以相聚在一起 然後我就說很好啊 就是 回顧一下你們的過去戀愛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婚姻當中 還是要有這樣的小小的激情啦 跟小小的浪漫 百年好合啊 然後 勇於愛合 開開心心 在健康康一輩子 這樣 對 最好 知道她老公很常會給她驚喜 然後 希望她們可以幸福一輩子 希望她們可以幸福一輩子 希望她的婚姻生活能夠 非常的爽 更開心 然後 然後 身體健康 平安 在這邊 很感謝姊庭瑞 用這麼幸福的方式 讓我們大家湊在一起 對 然後 對 漂漂亮亮 永遠的少女 幸福少女 希望她們就是 一直幸福下去 然後剛剛影片裡面就很浪漫 然後我覺得兩人世界是最 最能夠維繫 婚姻跟感情的 所以我是不建議她再多生一個小孩 就是趕快長大 然後兩個趕快享受兩個世界 對 真的很替她們開心 然後 就希望她們幸福 其實蠻替她開心的 因為 呃 David其實是我們其實 蠻小就認識的 小時候的朋友 對 應該十五歲那時候認識的 對 後來參加我們那個節目 對 然後後來又因為 掃心力證有跟姊庭瑞合作 所以關係就蠻好的 然後我們私底下其實也蠻常聚會的 然後今天看到她 終於 她的婚禮其實蠻替她開實的 對 就對